这个胖女孩用电锯削指甲 用蜜蜡拔背毛 在体内插上大号针管 将脂肪通通抽出来 最后女孩摇身一变 居然变成一个大美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女孩名叫小美 重达200斤的她 一直以来的愿望 就是交男友谈恋爱 但因为外貌实在是不受欢迎 做个梦都能被人拒绝 但她依旧对于生活 有着无限的憧憬 每天都有满满活力 就是活力太过头了 小美有着多国血统 老爸是希腊人 老妈是印度人 基因里还有着日本跟犹太人血统 而美爸一直劝戒小美 让她找个同样有四国血统的男友 但小美一直都是左耳进右耳出 觉得自己终有一天能够找到真爱 谁知在帮家人打理餐厅时 小美就遇见了一位 让她一见钟情的小帅哥大帅 小美顿时小鹿乱撞 一见倾心 整个人都被迷得神魂天倒 然而再次回过头 大帅就已经结账走人了 这让她立马打回了现实之中 为了更容易找到真爱 小美在网上找到一位专业的情感大师 呃大师还挺大的 大师废话不多说 立马帮小美检查外貌 首先让她张开嘴 用牙线剃了剃牙 谁知居然拔出一整只鸡翅出来 我的妈呀 随后大师告诉小美 不久后会有一场约会真人秀 只要长得漂亮就能参加 但小美心知肚明 以自己这个长相 连预约都会被丑剧 怎么可能去参加呢 大师二话不说 将她带到好兄弟这里 一番美容手术下来 这个胖女孩居然拥有了苗跳身材 变美成功的小美 顺利参加了约会真人秀 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男嘉宾居然就是之前 让她心动的大帅 大帅眼光也不赖 一番挑选下来 决定跟小美约会 两人去餐厅共度烛光晚餐 在街上玩起打劫最汉的大冒险 最后还一起度过了美妙的一夜 隔天 小美将大帅带去见家长 美妈很是夸张 居然让大帅去厕所 验证下生育功能是否健康 谁知大帅刚进厕所 完事后 一家人准备吃午餐 大帅想要开香槟庆祝 结果一不小心 将小美祖宗的骨灰罐给扬了 这一下可好 美爸本就不喜欢 这个邻国血统的男人 现在更是烟雾至极了 大帅也不含糊 他知道自己在见小美的第一眼 就爱上了这个女孩 他带其来到钻戒店 买下一枚钻戒 并当场跪地 跟小美求婚 如此浪漫的场景和男人 又有哪个女孩不会答应呢 隔天 大帅将小美一家带去见自己父母 帅爸见到亲家 一上来就很是热情 就连帅妈也很积极 聊天气氛很是融洽 并纷纷答应 让这对小情侣举行婚礼 却唯独美爸暗自否决 他仍然觉得 只有小美嫁个四国血统的男人 那日子才算美满 但小美依旧不愿听 坚持大帅就是自己的真爱 结果就在大帅说去见伴娘时 对方却是大帅的前女友金发姐 金发姐拥有魔鬼身材 很是火辣 虽然大帅嘴上说着已经分手 但小美却觉得 对方心里还是喜欢着金发姐 就在小美跟金发姐去世婚纱时 小美不小心撞到电箱 却误打误撞 激发了心灵感应的超能力 发现自己居然能够听到金发姐的心里话 这一下可好 对方居然想着拆散婚礼 借机夺爱 小美不能坐以待毙 她立马朝对方踹去 并化身乌马索曼 来了一场杀死比尔 小打小闹后 两人的婚礼日子已经到来 却偏偏在这个时候 小美居然长了颗比拇指还大的痘痘 看着让人实属恶心 最后小美用尽全力去挤 结果下一秒 这下可导致小美迟到了婚礼 金发姐接机诱导大帅 不停说着小美的坏话 想让两人再续前缘 但大帅的真心早已属于小美 不管怎么样 都不会再跟金发姐交往 谁知金发姐不讲武德 居然亲了上去 而这一幕也刚好被赶来的小美 撞个正着 不知情的她 就这样和大帅分手了 然而大帅不愿放弃 哪怕在她家楼下举着音乐机 站到凌晨四点 还被人不停丢菜 大帅都不愿失去自己的真爱 但小美依旧不肯理会 之后小美找到老爸 接受了美爸一直以来推荐的 那位多国血统的完美男友 虽然不是真心爱着对方 但小美认清现实 也为了家人 她只好嫁了出去 就在两人正准备举行婚礼时 小美脑海中闪过 跟大帅的那段甜蜜时光 这时美爸终于看懂了她的心意 大声呵斥阻止了这场完美婚礼 并鼓励着小美去寻找自己心知所向 小美跑去大帅公寓找对方 但找了整栋楼 哪怕爬上天台 都没有找到人 她难过自责 结果刚抓住栏杆 看来真爱终究会到来呀 最后两人举行婚礼 终于能够永远地陪伴在彼此身边了 看完整部电影下来 太多恶趣味恶搞的桥段 还恶搞许多知名的电影 虽然有点重口味 但不抱太高期待去看 还是挺搞笑的嘛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约会电影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